喝个茶做成这个样子 娘 来 坐 我做了点银耳莲子汤 给你端来了 谢谢娘 这是什么呀 我正在预估我们冬院今年的收益 娘 你看 这是我们冬院今年卖棉花的收入 这是今年无事不业 我们冬院的分红 这么多 这不算什么 等今年挣了钱再投入 等到明年 我们的收入就是这个时候 那我们冬院 就算彻底翻身了 不过这一切 都得把现在生产的土布卖出去 才能实现 能卖得出去吗 那些卖腹部引部的老字号 肯定不会甘心被我们几栈磕烧 说不定还有一番恶斗呢 不过我已经有了对策 而且我相信 以我们的质地和价格啊 绝对不会输 那我们就不用再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了 娘啊 这说起来 还都是你那两千两银子起的头呢 那一次还让你挨了板子呢 我也该挨 那事儿的确是太不应该了 没落下什么伤痛吧 你看 没事了 坐下 坐下 我知道 你要说我没规矩了 说不了你 我也不会说你了 哪有女人这么喝东西的 娘 你不说不说我了吗 言无信 来 用这个 娘 给你倒一会儿 我们一人一抱 我帮你吃 男的呢 好 好